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叫做磁胎粉彩吧 磁胎粉彩 这是粉彩 刚刚我们有谈过粉彩 对 所以粉彩它其实颜色的多样性很丰富 它很美 它很美 它的颜色用料发色的很美 那你自己觉得呢 觉得这个物件 我是觉得它气息很漂亮 这叫胡鲁皮 双耳皮 双耳胡鲁皮 胡鲁皮 胡鲁皮 这个是清代的造型 清代才有出现这样的气息 乾隆时期 所以我后面写乾隆 乾隆嘛 然后我觉得它好厉害 糟糕它又写了 那就紧攻参考 对 来讲一下 你也做了功课 来讲一下这个胡鲁皮 你当时的研究 其实我对它没什么研究 因为我总是觉得它的画法 还有它的发色是很美的 再过来就是说 它整个这样子画工 一层两层 三层四层五层六七八 我是觉得它画工画得很细 对 这个真的好细 然后你看 你看从上面一层两层三 这边也还有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六层七层八层 对啊 一层又一层的画 对啊 我就觉得以前的人真的是 日子过得太好 这真的是以前的人 时间很多 这作品吗 我们来见价 请见价 三万元 哦 结果我是不看好它的 你本来不看好 那反而它最对 对啊 这所有里面 这件的工序最复杂 最复杂 对 所以价钱高一点 因为你要反骨 这件是反骨的 如果这只对的 应该是上亿 我们现在是看了 乾隆的东西啊 第一个 它画工也很好的 嗯 您刚才讲说 它画工很好 实际上我没有感觉很好 我只觉得它普通 因为所以我 我常常讲说 其实我们收藏玉器也好 陶瓷也好 青铜也好 书画是一个素养 对 你要看这个线条 线条 对 还有看它表现出来的 色彩的那个配置 你就知道这个画师的水准 嗯 所以我看起来 这个画师是一般的画师 嗯 所以画的这样子 你看这个柚啊 嗯 如果是乾隆的东西 这个会有紧地的 会有刮紧地的 对 很漂亮的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青花料 也是很呆板 色色的 嗯 它的这个原料 让我觉得很 是 然后我们看这上面这个东西啊 就画的又很呆板 对 其实都不是 就是搭配起来呢 你会觉得有些地方是华语的 另外这个是金的东西 这块金的东西 你看这个金的原料 也是呆板 为什么呢 因为古代是用泥金 真的涂的 这个不是泥金 所以它色色的 暗暗的灰灰的 不够 不够到底 不够金 我们只能说它是房谷工艺品 不错 摆设做装饰很好 做装饰品 现在如果在博物馆紀念品店里面 也要几万块一个 对 大概是个价钱 在故宫博物院一个房品 也要好几万 是啊是啊 所以我就是可以 估三万块钱 房品也是有价值的 有有有有 只是小小有点失望 好不要失望 我们今天过年有红包大放送 大巡宝家要送你抽红包 谢谢 而且最高有160008的红包 希望你能抽到160008的 但是呢 要抽红包之前呢 要先考试 好 我们要考什么呢 刚刚其实这个碗 您说你有在学画画 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法 这种画法 我在那个故宫博物院里面 所查到的资料 它是一个叫做磨骨画法 磨骨啊 中国人讲的就是 是软软 我不晓得要怎么形容 线条为骨 磨为肉 磨为肉 对 所以如果你没有线条 没有轮廓线的 就是磨骨画 磨骨就是没有骨嘛 就直接画上去 没有去勾勒线条 完全没有去勾勒 他们可以到达上面 咱们